德克勒克基金会于11月11日发表声明称 南非前总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弗雷德里克·德克勒克当日去世 享年85岁 德克勒克基金会在发表的声明中写道 南非前总统弗雷德里克·德克勒克在与尖皮留作斗争之后 于11日早上在他位于弗雷奈斯的家中平静地去世 德克勒克于1989年9月到1994年5月担任南非总统 1990年他宣布释放反种族隔离领导人纳尔逊·曼德拉 1993年德克勒克与曼德拉分享了诺贝尔和平奖 曼德拉在1994年成为继任总统 德克勒克的行为帮助结束了南非的种族隔离时代 他成为了该时代最后一位总统 至今南非还没有出现任何一位白人总统